小贝不能用嘴喝可乐 小妹不能用工具把葡萄变成葡萄汁 这怎么可能 大宝是不过皮吃的核桃 什么 小雪不能用手拿着吃汉堡 大家的作业已经布置完了 明天我来检查作业 不能用嘴喝可乐 这怎么可能会完成啊 就是狗狼 小贝姐姐大宝 听名签字布置了 就说明我们是可以完成的 我们可以好好想想 小雪 你少说风凉话了 就是 我倒要看看 你不用少怎么吃汉堡 同学们 大家的作业都完成了吗 精灵仙子 你先检查小雪的吧 就是 小雪不是说作业简单吗 先检查小雪的 小贝大宝 你们不会是没有完成作业 所以才说 让我先检查小雪的吧 不是的 小贝 那就先检查你的 那好吧 精灵仙子 我吃完了 小贝姐 不是说不能用嘴喝可乐吗 我没有用嘴啊 熊妹你没看到 我是吃的可乐 小贝姐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还不简单嘛 我把可乐放入冰箱里冷冻起来 就是可乐为雪糕了 小贝姐姐你好厉害 小贝的作业完成得很好 小贝 你为什么帮你剥核桃 因为昨天小松鼠饿肚子 是我给它的食物 所以小松鼠才帮我剥核桃的 好吧 原来是重要 大宝也完成了作业 大宝一百分 太高了 下一个谁了 精灵仙子 让小雪了 小雪不说 觉得作业简单吗 就是 小雪 你快来展示你的作业吧 我 小雪 我就知道你的作业肯定没有完成 所以才支支吾吾的 不是的 那我先来吧 你们看 这是我的葡萄汁 熊妹 你是怎么完成的 不能用工具把葡萄变成葡萄汁 这怎么可能啊 是老奶奶想吃葡萄 我就把葡萄送给了老奶奶 总为感谢 老奶奶送了我一瓶葡萄汁 我也可以 熊妹也算是完成了作业 熊妹一百分 太好了 小雪 现在就剩下你了 快来吧 我 小雪 你这样子的话 我只能给你零分了 不是的 精灵仙子 再等一下 小雪 给你 我吃 精灵仙子 我也完成了 什么 竟然还可以用筷子 我怎么没想到呢 不错 小雪也是一百分 小朋友们 如果这是你们的作业 你们能完成吗 我们下期再见 天黑 请闭眼 老师请睁眼 你想让哪个学生淘汰 我是老师 我要让熊妹淘汰 什么 谁这么过分 我们开始玩就把我淘汰了 天亮了 昨晚 我淘汰的是熊妹 熊妹放假回家 还有真好事 放暑假了 淘汰就能放暑假 谁是老师 快帮我淘汰 我们也想放暑假 我们也想被淘汰 白天老师不能淘汰人 不过 可以给大家加个 投票淘汰环节 快投我快投我 被投票淘汰的学生 暑假作业 翻倍 姐妈 我不想写作业 都不许投我 也不要投我 你们怎么这么傻 只要我们大家都不投就好了吗 叶剑老师 我们可以进去洗钱 那好吧 那我们进行下一局 天黑请闭言 老师请睁眼 你想让哪个学生淘汰 学我学我 学生不能讲话 离言魔法 不选黑暗魔王 太搞了 回家大游戏去了 天亮了 可恶可恶 谁是老师要怎么不选我 什么时候才轮到我翻暑假 现在开始 投票淘汰环节 我们这局还投期全票 这局投票淘汰的人 也可以放暑假 而且不用作业加倍哦 太搞了 那我投自己 我也投自己 大宝小贝各一票 小雪 你要投给谁呢 小雪 快选我 你的零食我全包了 选我选我 我把我的奥特曼玩具都给你 我该选谁呢 小朋友想让谁放暑假呢 选小贝的扣111 选大宝的扣RR2 快告诉我吧 孩子们 该睡觉了 知道了妈妈 我们关灯 妈妈走了 我开 都怪大宝贝听了我玩游戏 坏得我好多作业没做 作业 我写 小雪 晚上不睡觉 你在干什么 妈妈 我想把作业写了 老师明天要警察呢 明天再写 管都睡觉 妈妈这次 应该走了吧 我开 妈妈 你怎么还没走 我就知道 你还会起来写作业 我在这陪你 看你还怎么熬夜 老爹不让我熬夜 我就要熬夜 我开 游戏机灵虚太幸福了吧 快点快点 什么味道 好香啊 烤鸭的味道 好香啊 烤鸭我吃 黑暗魔王 你怎么偷吃烤鸭 老爹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就吃了一口 居然还打游戏 你看看你的眼睛 黑眼圈都这么重了 老爹 我这就睡 你别说我了 游戏机烤鸭 没收 灌灯睡觉 这下游戏机烤鸭 都归我了 妈妈终于走了 我开 好漂亮的裙子 我穿 我穿 真好看 小贝 你在干什么 妈妈 我在洗衣服 明天会有一场聚会 妈妈 小贝快睡觉 不许熬夜 妈妈肯定走了 我要追剧 我开 小贝 妈妈你吓我一跳 好了我去睡了 快去床上睡觉 终于睡觉了 我要去看电视剧去了 昨天睡得真好 孩子们睡得好吗 老爹 你 妈妈 怎么了 儿子 走啊 老爹 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怎么了 我的眼睛怎么了 怎么这么大黑眼圈 我该怎么戒严啊 老爹 老爹 救命啊 怎么办怎么办 快叫小精灵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熬夜哦 我们下期再见 小雪放假零天 熊妹放假零天 大宝放假零天 大宝放假零天 小贝放假五百天 小宝 太搞了 放假了 走喽 老师 为什么我们放假零天 小贝姐姐却能放假五百天 就是不公平 老师你偏心 老师 这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你们听我的就对了 现在开始布置暑假作业 小雪 一百张试卷 熊妹一百张试卷 大宝一百张试卷 小贝 零张试卷 太搞了 这下没有暑假作业 可以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了 拜拜 老师 凭什么小贝没有作业 我们却要写一百张试卷 对啊老师 小贝姐姐还放假那么久 你们听我的就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最倒霉 哼 我一定要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云青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来家访 原来是这样 小雪 你的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 就在这里看漫画书 老师 我刚刚写完作业 就想着看一会漫画书放松一下 不行小雪 放暑假在家里 也不能对学习松懈 这次老师给你带的奥数皮 还选了我检查 那好吧 哇 老师怎么变得怪怪的 我要再跟着看看 小妹 你怎么在这里睡觉 为什么不学习 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来家访 就是来看看 你们暑假有没有好好学习 没想到 你竟然不学习在这里睡觉 可是老师 现在是中午呀 本来就是午休时间 下午再学习就行了 不行 你们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学习 这样学习才不会落后 就是给你带的学习监督器 监督你在家好好学习 那好吧 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 你来了 小贝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快去学习 哈哈哈 老师来家饱了 小贝正想肯定要挨骂了 小贝妈妈 不能让孩子一直学习 要劳逸结合 听到了吗妈妈 吃零食咯 小贝 不能吃垃圾食品 小贝妈妈 都已经放暑假了 应该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 零食也可以吃的 小贝 这是老师给你带的最新款游戏机 谢谢老师 老师说的对 那好吧 为什么老师会对小贝这么好 对其他人这么严格 我要去问精灵献子 精灵献子 老师对我们很严格 对小贝却特别好 也不让小贝写作业 这是为什么 什么 我来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精灵之力 糟糕 没发现了 怎么是机器人 小贝 这是怎么回事 好吧 其实 这是我发明的 我的专属老式机器人 所以才会指对我好的 原来是这样 小朋友们 你们放假多少天呢 快留言告诉我们吧 小贝 我选你 小贝 我选你 小雪 我选你 小雪 谢谢你爱上 小雪 我选你 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 你笑起来真可爱 你还不转过来 可就剩我一个人了 大宝哥哥 你唱的可真难听 是哥哥 哥哥 我们是一组了 你们都选好搭档了吗 我和艾山是一组 我和黑暗魔王是一组 我和黑暗哥哥是一组 好 那接下来就开始合唱环节 哪一组先来 黑暗魔王 我们先来吧 好 请唱出你们最讨厌的歌 我们要战斗 你们要战斗 你们要战斗 合唱不成功 将进行第二次合唱 请唱出你们最喜欢的歌 你们要战斗 你们要战斗 淘汰 合唱不成功 下一组 你们谁来 我们来 请唱出你们最怕的歌 太阳当孔照 花儿对我笑 合唱成功 艾莎 原来你也最怕上学歌 是啊 我最怕上学了 第二次挑战开始 请唱出你们最喜欢的歌 我是无敌的虎敌的小可爱 合唱成功 大宝黑暗可可 该你们了 来吧 请唱出带有爱字的歌 我爱被惊天安门 哎呀可可 你在唱什么 应该唱我爱被惊天安门 那你为什么不唱爱如火呢 别唱了 你们可以再来一次 这次唱出你们最喜欢的歌 心里留下一个肉 达达达达达达 淘汰合唱不成功 合唱成功的 是小雪和艾莎 所以这个金话筒 就送给小雪和艾莎了 好耶 我终于拿到了 好可惜啊 我们也想要 小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快分享出来吧